联合国在每年的11月20号纪念国际儿童日 为了支持全世界的弱势儿童和青年 今天上午在淡水区淡水国小校长 号召全校师征一起利用下课10分钟的时间 举办一场快闪活动 一同用行动支持全世界的弱势儿童 联合国在每年的11月20号纪念为国际儿童日 提高人们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儿童 缺乏基本资源和服务的问题认识 而为了支持全世界的弱势儿童与青年 今天上午在淡水区淡水国小校长 号召全校师生一起利用下课10分钟的时间 来到操场的正中央举办一场快闪活动 一同用行动支持全世界的弱势儿童与青年 其实我们是为了服应世界儿童日 来关怀全球可能是在战乱的国家 可能是饥饿的孩童 然后可能是流理思索的孩童 一起响应让他们知道 在世界上各个角落都有关心他们的人 所以我们也特别利用时间 让小朋友做一个快闪活动 表达我们对不一定是在我们台湾 而是在各个角落的一个儿童的一个关心 校长表示为了呼应世界儿童日关怀 战乱国家 饥饿孩童一起响应 让他们知道全世界各角落 都有人在关心他们的人 并且教导学校的学生 有能力帮助别人是一件好事 而另外今天的快闪活动 每一位学生或者是老师 都穿有蓝色的衣服 还有配件等等 就是希望可以代表世界儿童日的蓝色 来点亮儿童的未来 世界儿童日这一次的活动是Go Blue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是穿蓝色的 或是戴蓝色的物件 或是任何的配件 那我们就是一起来响应这个Go Blue活动 来关怀世界的儿童 淡水国小身为新北市国际教育学校 也是淡海国际教育的成员 更希望透过世界儿童日 让学校的孩子了解在国际间 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事情 而这一次快闪活动许多学生 也制作了不少世界儿童日的海报 还有打手印 就是希望让孩子从小培养国际视野 还有一颗热忱的心 记者许端英带去采访报答